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很多人年紀輕輕覺得說 沒關係 累一點熬夜拼命賺錢 又不會怎麼樣 不要以為年輕型中風 跟你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今天在現場 金肉媽媽她很勇敢 因為家裡頭遭逢了很大的風暴 先生幾歲 37歲 她現在的狀態是 她現在就是因為幾週前中風 然後目前就是在醫院 病情已經穩定 然後要開始做復健 因為傷害到運動神經的部分 37歲中風 這對大家來講衝擊很大 而且衝擊更大的是 其實她 還是一個都有在做運動的人 對 因為其實這個照片是 我們去年還夫妻剛好一起成為 就是中華台北的代表隊 然後去比健美的賽事 所以其實平常我們雖然喜好健美 但是其實教學都是以所謂功能性訓練 然後健康的體勢能為主 對 所以平常我們自己在教護養生 運動各方面都認為做得很到位 所以其實發生這個事情 就是當下的那頭幾週我是非常難受 因為我不能理解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你看這是去年先生在這裡 對 然後當時比賽成績也滿好的 她成績一直都非常非常地好 是很頂尖的選手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她平常的身體狀況嗎 比方說她的肌肉量 或者你們平常做訓練的狀況 她應該是個很健康的人 她很健康 像她平常其實自己在心肺訓練 她就是用現在比較流行 所謂一些高強度的間歇訓練 去訓練她的心肺 然後她的肌肉量也很高 因為平常會做很多健美式的重訓 所以譬如說她拿的那個重量 可能都是四 五十公斤以上的牙齡 所以力氣非常地大 她每天的作息大概會花 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做運動 然後其他會有一些教學的部分 對 然後體脂這方面 因為打健美比賽 所以會控制在比較低 但我們並不會說為了減肥 就不吃什麼碳水化 我們都還是會吃 但是她吃的量比較稍微少一點點 然後體脂大概她就是6% 6% 7%左右的體脂 當天早上 中風當天早上 有什麼異狀嗎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那天早上就是如常的 因為其實我們夫妻兩個 一直都會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們自己教學 都告訴大家要好好睡覺 妳在睡眠的時候 會收復妳身體的一些荷爾蒙 等等 妳要長肌肉要好好睡覺 但是妳們沒有做到 但我們自己因為就是 一心想創業 然後要照顧小朋友 存她的學費 所以我們晚上 對 我們晚上很多時間 都是拿來念書 寫教材 對 然後都睡覺睡得很片刻 就是已經很習慣 通常我們晚上其實大概都是 兩 三點 三 四點睡覺 然後小朋友 因為現在今年剛進小一 所以可能6點多就要起床 送她去上學 所以那天早上就是爸爸起床 然後就送小朋友去學校 睡了三個小時 趕快起來忙小朋友的事 對 然後她因為起來 就是也快遲到了 所以她自己也沒有吃早餐 什麼都沒有顧 就是把小朋友送去 然後再送回來 我記得就是幾週前的天氣 其實非常非常地炎熱 所以出去回來 哇流很多汗 她覺得好熱喔 打聲招呼 沖個澡 然後她就回頭過去繼續睡覺 睡回龍覺 睡回龍覺 所以那個時候是 我還記得我的手機裡面 公司群租 就還記得她發了一個 交代大家 要做什麼事情的簡訊 然後她就睡覺 然後大概隔了半個小時 想說我得出門去做我的工作 所以我就進去化妝 然後化妝 然後夫妻之間 有時候就會說 等一下要幹嘛幹嘛 對 聊個兩句 對 然後那時候你就發現 她有回答你 但是有點怪 怎麼說 她的那個怪法就是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是問她 類似說 今天下午我們 幾點要接小朋友 然後誰去接之類的 然後她就突然回答 剛剛她簡訊在傳的事情 有點 牛頭不對麻醉 你問A 她回答Z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在說什麼 你在講的時候我聽不懂 然後她就用 嘴巴含乳蛋的方式講話 然後就開始越講越飄 而且我發現她就是 感覺她想要起身 但是她起不來 感覺她有半邊好像不能動 因為我們平常做健身教育 對這個會比較敏感 你就發現她想要起來 然後起不來 所以她就是用她有力氣的那半邊 一直彈 就很像瞎子在彈 對 然後她講出來的可能是說 就聽不懂 就是不是她要講的那件事 所以當下我就是立刻就打了119 然後就說我先生的狀況很怪 就是請們趕快來送她 119其實也很快速 大概十分鐘吧 就到我們家 然後就就近送到醫院去了 其實剛才聽這個病人的情況 要特別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有關這個 辛辛納提州的這個 道院救護系統 就是說判斷中風的一個指標 裡面有特別提到的幾個 第一個就是 臉的表情 當時你有沒有注意他臉的表情 他臉的表情 因為他在睡覺 可是其實你還滿明顯 感覺到他想睜開眼睛 但睜不開 所以臉的表情 通常我們會叫病人說 微笑 像我們現在看 微笑 這樣微笑 不用露牙齒 微笑 可是你發生中風了就這樣 他會一邊高一邊低 不協調了 OK 掉下來的那一邊 可能就是出狀況的那一邊 這邊就中風 沒力了 好 手背上舉 正常是這樣 10秒鐘 可是你會發現他就這樣 或是剛才教練講的 他就一直要這樣子 他沒力 他就一直這樣子 他就會一直想要把它弄上來 第三個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要不就是講不出話 要不然就喊滷蛋 大家就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已經塞到語言中樞 有些塞到語言中樞 所以符合這四項裡面 其中有一項 就是有70% 72%中風的機率 72啊 對 三項都符合 像剛剛三項符合大概85% 但是切記所謂的最後一個T 就是你一定要記住什麼時間 像剛才這個金鐘媽媽 非常聰明的記住了 她發簡訊的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最困難一點就是 很多人中風 缺血性中風 發作大概佔85% 出血性佔15% 但是缺血性中風很難 大家都忘記說 什麼時候中風 不知道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 它是什麼時候開始打舌頭 所以你當你發現的時候 這個T代表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說記住那個時間 另外一個T就是趕快打電話 趕快去送119 趕快快 越快越好 黃金時間多久 3小時要能夠 血栓溶解劑要能夠打通 它的機率很高 儘管這樣子 你知道台灣的打血栓溶解劑登錄 能夠打符合標準的不到5%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特別特別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謹記這個中風 發生的任何一項產生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送醫 減少她後來失能的狀態 我後來算了一下 那個簡訊的時間點 大概是發生差不多2 30分鐘 然後我們發現 然後送到醫院檢測出來 是腦栓溶性的 這個時間點大概差不多1個小時 所以大概是1個多小時 2個小時以內 就打到血栓溶解劑了 好 那還好 你有趕快把她送到醫院 趕快打血栓溶解劑 但是在中風之前 有沒有哪一些徵兆 你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可能要多注意了 我覺得有 因為其實就是我先生 他在等於中風前的幾週 他都非常試睡 他試睡就是 譬如說教完課一個瑜伽墊放在地上 然後1秒鐘下去就 就開始倒 就馬上睡著 我就鳥睡 然後我們就想說 大概就是睡太少了 也沒有太多警覺 然後後來就發現 有幾次我們全家出遊的時候 然後他會一直說 他頭超痛的 我就會說 那我們去看個醫生好不好 然後或是你要不要吃藥 然後他說 唉 睡一下就沒事了吧 你知道有時候男生 他們就很喜歡仗著自己 身體貌似的很幽夢 然後就都不喜歡看醫生 他就說睡一下就沒事了 然後可能第二天沒事 他又如常地去工作 或跟我們繼續玩耍 所以他在病發前 他的確頭痛的機率變得很高 頭痛 然後還有你說相當失睡 好 我們來看 其實中風前身體的四大警訓 第一個 疲勞 失睡 江醫師 這失睡到什麼程度 其實為什麼會容易疲勞失睡 其實疲勞失睡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個就是大腦冠流不足 你才會一直覺得很累 失睡 甚至一直打哈欠 對 不一定是缺少 就是大腦冠流不足 就是會這個樣子 其實之前我們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主要病人是女性 他是我的乳癌病患 可是每次來他先生很關心 他要聽他病情 所以每次都陪著他來 結果有一次他先生陪著來 是早上的門診 先生來就一直打哈欠 我就問他先生說 我說你最近很累 換工作 還是幹嘛 他太太就說沒有 也沒有換工作 我說他是最近睡不好 在幹嘛 他說也還好 也不知道在幹嘛 最近就常常打哈欠 三個禮拜之後 我在醫院的家務病房外面 看到那個太太 我說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先生竟然躺在 家務病房裡面 是我們的神經外科的家務病房 他先生竟然腦中風 後來這時候就問他 其實他這兩個月 常常打哈欠 常常覺得很累 可是一般人打哈欠覺得很累 他都覺得 是不是工作太累 是不是沒睡好 腦中風前的試睡 跟一般疲倦試睡 有時候又很難區分 我們大概只能去講說 比如說你要看說 你最近有沒有特別的 比如說你是真的睡眠不好 你自己會知道 你最近真的工作比較累嗎 真的睡比較少嗎 如果沒有這些因素 你還試睡 甚至還有點頭暈的話 因為這種通常循環不好 你沒有特別做什麼 又40歲又頭暈的話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血管有問題了 第二個這個血壓異常這個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 竹科的工程師 因為每天只睡一樣 三個小時 對 所以他平常 其實他都有在量血壓的習慣 血壓突然 他會覺得血壓突然飆高 高到220 低的血壓到140 他就覺得很奇怪 血壓怎麼這麼高 來醫院 一開始來醫院 大家都會以為說 我們高血壓 很多高血壓的病人就說 我要趕快來降血壓 這邊要特別提醒就是說 當你發生 我們所謂的腦中風的前兆 我們其實叫做 暫時性 缺血性的發作 10%的人 接下來就變成中風 所以當你有這個前兆的時候 拜託你一定要趕快來醫院 而且不能自己亂降血壓 為什麼 不是血壓高 趕快把它降下來 因為這時候的高 是我們身體給我們的訊號 你的腦壓或是人在非常不舒服 這時候血壓高的時候 你突然比方說有的人很習慣 就寒那個舌下的 降血壓 一降下來腦的血液剛好不過去了 降下來反而變成 是變中風 對 馬上變成中風 所以這種 突然的這種血壓異常的時候 一定要到醫院 後來那個工程師來醫院以後 他也發現突然怎麼 剛開始好好講話 問他什麼話 講不出來 有一部分人 他是用頭痛表現 這種頭痛表示的時候 在年輕型的要特別注意 年輕型有些的頭痛 他是屬於像 有一些沖SPA什麼的頭痛 他這種頭痛是厲害的頭痛 是跟著脈搏在跳痛 咻咻這樣的痛 這時候的血壓高 千萬記得不能隨便亂講 而且到醫院的時候 都會經過電腦斷診 或是核實共振 去判斷有沒有那時候 有沒有中風的可能 就像考驗人家講的 你血壓 如果比如說你今天頭痛 有的人會自動去量一下血壓 會說叔叔我怎麼樣了 就一量你200 跟然後你收縮壓是200 你平常量明明 就是常常的130 140 很多人覺得說 我是不是昨天不舒服 我含一顆降血壓藥就好了 但是這時候 有可能是你已經中風了 因為你中風之後 你的腦就會腫 腫了之後你身體會自然反射 血壓會變得很高 因為它要保持腦部的灌流壓 所以這時候你好止不死 你又吃個降血壓藥 本來小中風了變大中風 所以不要亂降 所以我才說你血壓 突然間異常的時候 你要隨時去看 你有沒有神經學的異常 好 就好像另外一個就是 走路不穩表現一下 表現異常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 金鐘媽媽的先生一樣說 一定是整隻手腳沒力 它有時候只是走路稍微晃一下 它走路可能就這樣子 就像小碎步 小碎步一樣 它不是一定 它不是一定完全就是這樣子 像我們講的整個攤掉 那要看它面積 它就變成有點像小碎步一樣 小碎步一樣 就是這樣晃來晃去 有點晃 對 它不是 不一定是完全沒力 不一定是完全沒力 因為它有時候可能只是 腦幹稍微塞到一點點 或是小腦稍微塞到一點點 不是一樣都很大片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 剛才康復講說叫我們看得熟 其實你叫他熟熟看 你也知道 那個表情一早 我要提示一下各位 各位有知道 有時候臉部會麻痺 比如說你那個 比如說有病毒感染 炎面神經麻痺 其實你讓他笑的時候 你去注意 如果是中風的麻痺有沒有 抬頭蚌會明顯的 抬頭蚌都在 如果今天你是 炎面神經的麻痺的話 一邊是完全沒表情 可是如果是中風的 那個炎面麻痺 你上面抬頭蚌還在 你只有臉這個地方 是不一樣的 那是可以區別人 有抬頭蚌 有抬頭蚌 但是兩邊不一樣 是中風 是中風 好 那這個不正常的黏膜出血 對 像我們的臨床裡面 像這一類病人 我們知道我們其實中風 有一種是血壓太高對不對 然後可能就是易血型的 血管就破掉 但有一種是血栓型的 你的血壓低 你也是會中風 像我一個病人 它就是老是以形態眼睛 眼睛早上的時候 也稍微有點出血 然後到了下午 過了中午以後 它就整個好像在下雨一樣 下面這個 你撥看看 眼瞼那裡 眼瞼那裡 還有眼 眼白嗎 眼白下面的眼白這邊 全部都好像下雨就有 紅色的血流這樣子 整個就紅的 你說像類似這樣嗎 就是這邊沖血的 比較厲害是不是 而且除了沖血之外 它就整個好像就在裡面破掉了 這樣子 通常這種前兆的時候 通常你要先看看自己 有沒有三高 尤其是血壓控制不好 有沒有忘了吃藥 或是這時候 你有沒有其他神經的症狀 我們可以觀察哪些黏膜 眼瞼還有哪裡 眼睛 這邊最常會看到 不然就是你莫名其妙流鼻血 一定要小心流鼻血 對